這幾年 市董布派的人是越來越多 不過在移動 所持團出要立法 來禁止市董布派 這個消息一個出來 是英企民眾還有董布團體抗議 要來作動這個法案通過 如果在德行蘭 有一間鳥咖啤 寶寶館 這間寶寶館是個人民眾 跟裡面的鳥可以互動 減少大眾隊 董布的五次 在家裡 自有住在四個月走 若疼了 就打在壁店館的地方看 在宜隆德海蘭這間咖啤店 人家就是配角 在這裡鳥是主角 鳥咖啤店 也就是鳥撲不罐 這棟兩站老的建立就像是 一天的電南京 民眾來這裡喝咖啤 要跟人跟鳥互動 也會在館集和撲不罐 讓流浪鳥有所在堂大 愛鳥 愛動物 讓牠們吃著重當地区 尚早通過 董布好理會的國家志願 但是旅空二一年 牠雖然保守派國會行為 起初發言 要禁止民眾伺鳥伺狗 理由是天文危害自然環境 目前除了董布團隊四個月糟糕 先連鳥撲不罐 希望大家國家了解 董布不要有敵意 但是因為受託得黑人有這麼多流浪動物 要怎麼都正民眾的觀念 看來市市的外市放散 也會有很努力 公司新聞 劉岸編業